我死了 却不知道自己的死因 我的灵魂漂浮起来 两岁的女儿哭着摇晃我的尸体 两小时后 我的妻子将如愿回到家 她先抱女儿回房 又重返客厅报警 我丈夫在家里暴毙 虽然她哭得说话都不利落 但我分明看到她眼中的得意 刮端电话后 她的嘴角金若隐若现一抹笑意 而整个进屋报警的过程 她连我的尸体都没瞄一眼 我摸不到自己的身体 也无法触碰暴哭的女儿 女儿出生两年来 这是我第一次在她哭泣的时候 没能抱起她 十几分钟后 我家里鱼冠涌入很多人 第一波是医护人员 他们无奈地摇头后 随之进来的是警员 我看着他们在现场拍照 联系法医 我知道我是真的死了 无力回天 这时 一对老夫妇疯一样悬进我家门 如燕 如燕 我可怜的女儿啊 怎么嫁了这么个短命鬼 我一正 不敢相信这是我岳父说出的话 岳母走上前抱住江如燕 试图安慰她 闺女啊 乔絮已经死了 你再有个好歹 妈可怎么活啊 客厅里乱坐一团 与人的哭喊声不绝于耳 可我分明看见 他们脸上没有一滴眼泪 这时 一位女警员从儿童房出来 手中抱着我的女儿 对鬼哭狼嚎的大人们怒喝 光知道哭 没人管孩子了吗 尸体被孕走后 我的魂魄一直漂浮在江如燕周围 我生前没有亲人 死后闻讯来吊咽我的 多数都是我公司的员工 乔总这么年轻 怎么说没就没了 乔总这么好的人 平时也注意健康 嘘 别说了 嫂夫人听见又得伤心了 员工们议论纷纷 放下薄金就走了 当我看见岳母捏着厚厚的薄金信封时 所露出的笑容 我才意识到哪里不对 我的家人们 从头到尾就没对我的死 表现出一点点惋惜 我白手起家 拥有自己的上市科技公司 旗下几百名员工 我有一套市中心的四室两厅大平层 方便上下班和日常照顾妻女 我还有栋三层的花园豪宅 用于和妻女度假 我给岳父岳母 在老家购置了两套房产 一套她们自住 一套出租 租金她们留作零花 我有温柔美丽的妻子江如燕 我们恩爱十年 是所有人眼中的爱情模板 两年前 她为我生下可爱的女儿珍宝 我是她们母女二人如猪如宝 可我就这么突然地猝死 毫无征兆 我的员工 包括我的邻居们 得知我的死讯时都十分惋惜 听说小乔才32岁 白瞎了 孩子还那么小 邻居阿姨们聊天时 吴阿姨双眼红红 不停落泪 昨天她还帮我修婴儿车呢 这咋说走就走了呢 隔壁宝妈室内叹息 而我的妻子和岳父岳母 却一直忙着迎来送往收薄金 我的死因并无可疑 法医鉴定为猝死后 将如燕立即为我举行了 简单的送别仪式 作为本市著名的青年企业家 我的葬礼十分低调 将如燕没有通知任何人 不到一小时 我的肉身便化作屡屡黑烟 随风飘散 我死后这三天 将如燕只在葬礼上 才第一次抱起珍宝 她敷衍地为了女儿几口奶粉 见人群散去 便将女儿扔在冰冷的 不锈钢厂椅上 她给女儿为零碎配方奶粉时 我竭尽全力呐喊 珍宝已经长大了 她需要腐蚀 只喝奶粉根本吃不饱 她哭是因为饿啊 活着的人根本听不见我的声音 恍惚间 过去的画面在我眼前一一浮现 珍宝半岁时 深夜发烧 是我穿着睡衣抱着她 冲进儿童医院急诊室 珍宝十三个月时皮肤过敏 是我一直握着她的小胖手 防止她抓伤自己 珍宝第一次笑 第一次说话 第一次走路 都是我陪在身边 而姜如燕 以不想身材走样为名 一天母乳都没喂过 她担心睡不好会影响颜值 从没陪过珍宝睡觉 她觉得带娃太麻烦 不想为老先衰 珍宝的一切 她都不过问 珍宝的配方奶粉换到几段 添加了什么样的腐蚀 一秒打没打 会说几个字了 所有一切 姜如燕都不知道 我以为姜如燕是小女生星星 爱美贪玩又怕麻烦 才不想带娃的 没关系 我爱她 我心甘情愿接受她的一切小任性 我愿意当奶爸 每天带着保姆和女儿 一起去公司上班 我会一边抱着女儿喂奶瓶 一边和技术部 销售部开会 我也会推着婴儿车 去获大客户谈判 中途去母婴市 给珍宝换尿片 我甘之如鱼地负责赚钱 带娃 将如燕只负责貌美如花 乔太太好福气啊 这是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 我在珍宝旁边飘来飘去 她的小奶鹰哭得沙哑 我这个做爸爸的却无能为力 姜如燕站在窗边摆弄手机 被啼哭声吵得头痛 抬起头瞪了珍宝一眼 我知道 姜如燕只是一时无法接受我的死亡 才没能好好照顾珍宝的 不过我还是飘到她身边 我想看看她在忙着和谁发微信 我这边全都搞定了 约了乔旭的律师明天上午谈一产的事情 叮咚一声传来 姜如燕收到了对方的回复 我的如燕宝贝 你最乖了 明晚等你哦 此时 明明已经是魂魄的我 仍感到了彻骨的寒冷 眼前的姜如燕 容颜和十年前我们初相时时一样美好 她脸上的甜蜜 也和十年前我们热恋时一样 藏不住的爱意绵绵 只是这次 她爱的不是我 我飘出窗外 俯瞰着夕阳下的城市 心痛得无法呼吸 对了 我早已没有呼吸 现在的我不过是一缕魂魄 至于心痛 应该也是幻觉吧 属于我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我深爱的妻子 只关心我的遗产 我尊重的岳父母 关注点是我的薄金金额 只有我唯一的女儿 整日整夜啼哭 却无人问津 我只剩一片灵魂飘飘荡荡 上不了天堂也下不去地狱 我仿佛被遗忘了 直到太阳升起 我在客厅飘着 看江如燕哼着小田哥描眉画眼 这副样子 分明就是热恋 亲女人约会前的状态 哪像突然死了老公的遗霜呢 这时有人敲门 江如燕登上刚选好的限量版高跟鞋 匆匆去开门 你俩怎么才来 岳母拖着岳父走进门 皱着没抱怨 都怪你爸 昨晚打牌到天亮才回来 岳父点了一根烟 怪我干啥 不就是个脱油瓶吗 哭就让他哭呗 我的灵魂再次颤抖 我的珍宝啊 在我死去后的第四天 就成了脱油瓶 江如燕一把揪住他爸的衣领 低声喝道 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 绝不能让那死丫头的哭声 吵到邻居 惹人怀疑的后果 你们知道的 他眼中的阴冷 让我这个鬼魂都不寒而里 刚才还大咧咧的岳父岳母 此时进入寒蝉 拼命点头以表忠心 江如燕疏得收起脸上的阴狠 换上温柔的笑容 他走到玄关 对着我的一向叮嘱道 乔旭啊乔旭 你活着时对我百依百顺 你死了也要保我一失富贵哦 你说什么 乔旭的遗产不都是我的 他还留给谁了 在徐律师的办公室里 震怒的江如燕 忘了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 我飘在徐律师身后 看着对面那张最美丽的红唇出神 乔旭父母早就死了 他的遗产还能给谁 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哪个狐狸精竟敢跟我争 江如燕拍桌子瞪眼睛的样子 格外陌生 徐律师跟我相识多年 此时见到一向温柔的乔太太爆发 他先是震惊 可听到狐狸精那些字眼时 理智冷静的徐律师也忍不住了 乔太太 请冷静 我知道乔先生的死对您打击很大 但乔先生的为人 大家都很清楚 他怎么可能外面有人 乔先生生前立有遗嘱 如果他不幸过世 他所有的财产平分成两份 一份当然是属于乔太太您 另一份 乔先生留给了你们的女儿乔珍宝 得知这个答案将如燕一正 我将财产分成两份 一份给妻子 一份给女儿 这个做法对任何熟悉我的人来说 都能轻松猜到 而和我相爱十年的江如燕 竟首先想到的是我出轨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说人心是一面镜子了 人总是一己夺人的 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就认定对方也是如此 江如燕只想着自己 惦记着他的情人 寄予着我的财产 他理所应当地认为 我也和他一样 徐律师阅人无数 自然看透了这一点 江如燕并没意识到 他不懈地嘟囔着 乔珍宝也是我女儿 给他不就是给我吗 乔絮可真麻烦 徐律师垂下双眸深呼吸 试图让自己的声音 显得专业一些 乔太太 按照乔先生的遗嘱 属于乔珍宝的这部分遗产 是不能动的 乔珍宝会每月定期 收到一笔费用 足够他生活 上学使用 直到他21周岁 江如燕刚刚缓和下来的心态 再次崩溃 每个月 21岁以后呢 徐律师不再把对方 当做好友的太太 而是当做普通客户一样 照本宣科 马21周岁后 珍宝可以自行处理这笔遗产 继续按月领取 还是全部取出另做投资 都由他自己决定 江如燕再次派桌子怒吼 我是乔珍宝的妈妈 我有权替女儿处理遗产 你们根本管不着 徐律师合上文件夹 拿出最终宣判的口吻 根据乔先生的遗嘱 任何人无权挪用 属于乔珍宝这部分遗产 在他未满21周岁前 会由遗产基金会 和我们律师行共同监管 如果乔珍宝在21周岁之前身亡 他这部分遗产 会自动捐赠给妇女儿童基金会 说吧 徐律师将文件递给江如燕 示意对方签字 江如燕兴慕怒恶狠狠地 在文件上签了名字 我什么时候能拿到钱 徐律师已经懒得看他了 边查看签名 边机械地回复 现金部分三个工作日到账 乔先生公司的股份 会有专人找您办理继承 不动产方面的手续 我准备好后会联系您 一个月内 您会拿到所有您想要的 江如燕立马起身离开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徐律师深深叹了一口气 江如燕开着法拉利 在三环及池 我飘在半空紧紧跟随 一路上 我想了很多 当初我之所以立一主 是看到身边同龄人意外深固 家里亲戚争夺财产 最后一双带着儿子流落街头 我担心自己哪天有了意外 江如燕和珍宝无所依靠 我立刻找徐律师定立了遗嘱 起先 我是打算将所有遗产都留给江如燕的 还是徐律师建议 财产分两份 一份给妻子 一份给女儿 并且给女儿的这份找专业机构托管 以防万一 我还记得 当年徐律师是这么说的 万一日后乔太太遇到意外 珍宝并不是唯一继承人 你的岳父母也是继承人之一 如果乔太太改嫁再有孩子 珍宝可继承的份额就更少了 再说 现在这么多诈骗案件 万一乔太太被骗光财产 他们母女俩也能用珍宝继承的这部分遗产 继续过安稳生活 依旧是锦衣玉食 生活无忧 把珍宝继承的部分托管 一旦珍宝无法继承 这笔钱就会自动捐掉 也算是你给他们娘俩上的双重保险 那时候 我觉得徐律师说的有道理 如果我不在了 不安事事地将如燕 的确需要多一重的保护 可当时我们想到的万一 现在看来可是太简单了 谁能想到 当年的一个临时决定 在我死后 竟成了我女儿的唯一保障 就在我既心痛又庆幸的时候 我买给将如燕的生日礼物 那辆红色法拉利 缓缓驶入市井大酒店的地下停车场 这是全市数一数二的五星级酒店 每当将如燕说珍宝太吵 影响她睡眠时 她就会来这里开总统套房休息 美其名曰放空自己 我跟着她一路飘向二十八层 房门打开的一刻 我好像又死了一遍 烟烟宝贝 可把我想坏了 开门的人不由分说 上来就是一通狂吻 在将如燕娇嘯嘀嘀喘喘息声中 我试图看清那登徒子的模样 俊贤哥 你先等会儿 事情有变化 将如燕推开的对方 委屈巴巴道 乔续太心机了 他没把遗产留给你 这个所谓的俊贤哥 脸上的潮红瞬间退去 将如燕撒娇地钻进俊贤哥的怀里 我只分到一半 另一半给了那个死丫头 还不许我插手 将如燕将徐律师的话 一五一十地学了一遍 在俊贤哥愈加惨白的脸色中 我终于想起这货是谁了 我在大四那年认识将如燕 天真懵懂的他像一只小白兔 美好可爱惹人疼 我追了他半年 终于抱得美人归 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爱情神话 而我一开始就知道 将如燕曾有个白月光初恋 将如燕读高中时 有段时间韩剧风靡 沉迷追剧的他 爱上了高年级的韩范学长 那人不仅长得酷似韩剧男主角 就连名字也颇有泡菜味金俊贤 上大学后 金俊贤突然单方面提出分手 结束了这段青涩的爱情 我和将如燕在一起后 每次他意犹未尽的一往昔 我总是将他紧紧抱在怀里 对我来说 将如燕的那段初恋 不过是青春期的少女情怀 我根本不在意 那情斗初开的粉红泡沫 因为我知道 我和将如燕拥有的是 彼此的现在和未来 好笑的是 我成为孤魂野鬼后才发现 情深义重 终不敌白月光归来 把将如燕当女儿一样疼爱的我 不过是一抹蚊子血 被拍死被嫌弃 想到这里 我的脑子就像被惦记了一样 疼痛欲裂 却又清醒无比 将如燕和他的白月光金俊贤 坐在用我黑卡开的总统套房里 盘算着如何将我的遗产套现 我漂浮在他们上方 眼前的一切都照上了死心的苍白 在我死后 我陆陆续续看透了很多 之前忽略的真相 比如 我的岳父母不够拿我当摇钱术 比如 将如燕根本不爱我们的女儿乔珍宝 比如 将如燕爱我的钱胜过我 然而 我却一直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情 我的死因 朱砂质变成了蚊子血 我作为这只蚊子 真的这么巧合的猝死了吗 我咽气后两小时 将如燕淡定回家报警 从头到尾没看我尸体一眼 法医验尸鉴定我为猝死时 将如燕早已联系好殡仪馆 并约了律师等着领遗产 我以为我死后 将如燕会伤痛欲绝 手足无措 可她却一反常态 不仅不难过 而且每件事都似早有安排 尤其是我那未卜先知的岳父母 几乎和法医同时进门 我懒得看江如燕和金俊贤 这对狗男女如何腻尾 飘回生前的家里 家里只有我女儿一个人 我的岳父母 珍宝的亲外公外婆 竟把她一个两岁幼童 独自留在家中 迎着微凉的月光 我浮在珍宝床头 以后我再也不能哄珍宝入睡了 也不知她长大后 是否还会记得我的模样 想到这里 我的心就像被千万根银针刺穿 冰冷的剧痛不停地袭来 忽然间 我察觉到不对劲 我经常在珍宝入睡后 端详她那乖巧的模样 她和她妈妈将如燕一样 一陷入深度睡眠 长长的睫毛就会不时抖动 而今晚珍宝格外安静 只有那粉嫩精致的小鼻翼 偶尔若有肆无地吸动着 我飘到客厅查看蛛丝马迹 当我看见厨房奶瓶糖的药盒时 我爆发出默然听得见 却震耳欲聋的怒吼 沉迷麻将的岳父 一心全在广场舞上的岳母 他们为了自己的快乐 竟然给珍宝的奶粉里缠了安眠药 她只是个两岁的幼童啊 珍宝不停地哭 是因为饿啊 姜如燕没带过孩子可能不懂 但我岳父母怎会不懂 他们扼着我的珍宝 还嫌她哭声吵 给她喂食安眠药 我气得冲上前去 想要砸碎奶瓶和药片 可我只是一缕魂魄 我的手穿过奶瓶 连一丝空气都握不住 怒吼变成哀鸣 姜如燕 你可以背叛我 你也可以杀死我 但你为什么对我们的女儿如此残忍 我飘到麻将室 在烟雾缭绕间 我看到岳父那张油腻的老脸 我飘到灯光昏暗的公园角落 在劣质香水味中 我找到了和别人花天酒地的岳母 我又飘到市井大酒店上空 隔着落地窗 我看到床上扭动的两条肉虫 我该怎么办 珍宝怎么办 这样下去 我担心珍宝根本无法健康的活到21周岁 我在酒店外的空中盘旋着 不知该找谁帮帮我的珍宝 我来到大唐 一遍遍在人群穿梭 发泄我无处安放的愤怒 猛然间 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赶紧扑到他面前 这个风尘仆仆的背包客 正是我的挚友庄严 我对着他大叫 你终于回来了 快去看看珍宝啊 我围着他不停旋转 可他听不见也看不见我的存在 胡子拉茶的庄严 在前台办好了入住 安排礼宾员将他的背包送去房间 他一刻不停地走出酒店 我漂浮着跟着他 嘴里不停念叨 老庄 你快去看我的珍宝 他被下了安眠药 你要救救他啊 老庄 你知不知道 我可能是被害死的 老庄 我爱错了 将如焰他 虽是一缕冤魂 但我的七情六欲尚在 说着说着 我已哽咽 本应感受不到我存在的庄严 突然停下脚步 他的目光看向我漂浮的位置 我不由得一惊 难道他能看见我 我再仔细一瞧 庄严眼神的焦点并不在我身上 他只是毫无目的地四下环顾 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或许我极度渴望沟通的人 能感受到我的存在 庄严是我最好的兄弟 也是我公司的合伙人 我当初创业 作为富二代的庄严 直接带钱投资入股 我迷茫时 他给我技术上的支持 也给我心灵上的鼓励 公司盈利后 他以世界那么大 我要去看看为名 当起了甩手掌柜 庄严和青梅竹马的妻子方小 都是物欲很低的人 他们更注重精神上的富足 他俩背着包去环游世界 没有头等舱 也没有五星酒店 用足迹丈量着世界的各个角落 我经常联系不上庄严夫妇 偶尔才会收到他们发来的照片 这次庄严突然回国 应该是刚收到我去世的消息 我漂浮着跟庄严来到律师行 他毫不见外地 坐在了徐律师的会客沙发上 徐律师没抬头 呆呆地站在窗前 看着万家灯火出神 这两人 一个是我多年的老友 兼事业拍档 一个是我业务上 最可靠的法律顾问 他俩谁也不吭声 用黑暗中的沉默 诉说着对我最深刻的哀悼 我在半空中悬停住 泪眼婆娑地看着他们 我所谓的挚爱江如燕 对我的死无动于衷 甚至可能是他一手策划了我的死亡 而在我心里排在后面的庄徐二人 却成了维尔真正思念我的人 想到这里 我不由吃笑一声 让我意外的是 庄严又看向我悬停的位置 虽然眼神依然没有堆焦在我的魂魄上 徐律 小旭 真的 我是说 你看见他的 那傻 庄严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的方向 嘴里却欲言又止 仿佛他不说死 尸体这样的字眼 我就不会真的死亡 徐律师轻轻点头 法医确认乔续猝死 遗体和鉴定报告 我都看过 庄严把脸埋在自己的掌心里 喃喃自语 这货最惜命了 从上大学起 他每天早睡早起运动锻炼 烟酒不沾 也从不熬夜 我总笑他比我奶奶做稀还健康 和如燕结婚后 他又开始研究健康饮食 他总说要给如燕最好的 自己身体也要健健康康的 这样才能陪如燕白头偕老 庄严叙叙叙叨叨地追思 徐律师缓步走向办公桌 拿起一份文件递给庄严 这是小旭近五年的体检报告 他给自己和如燕都安排了定期体检 一年两次 庄严看了半天 凝重地望向徐律师 报告显示 我身体的各项指标 全都比标准健康值还健康 庄严再次看向我刚才悬庭的位置 低语道 我就觉得这是没这么简单 对于庄严的推测 徐律师不置可否 二人望向窗外夜空 那深不可测的黑暗 和人心一样可不 过了好一会儿 庄严起身离开 徐律师没拦他 只说了两个字 珍宝 庄严正重点头 我心里有数 不会让孩子吃苦的 他转身离去的时候 眼神不经意地 再次描过我所在的位置 没想到 维尔记得我长上明珠的人 不是他的血清 而是我的两位挚友 我跟着庄严飘出绿索 他接到一通语音电话 只听对方说 我联系过了 他们不让我见孩子 庄严似乎早有预料 冷笑着答复 你继续想办法见到珍宝 其他的我搞定 我不知道庄严具体要做什么 但凭我俩多年的交情 我知道他一定会 深挖我的真正死因 我现在一心只想 飘回去陪着珍宝 直到天光大亮 我那舒得金光的岳父 才揉着通红的眼睛回来 听见走廊里声音嘈杂 我飘出去一看 原来是几个邻居找上门来 里面有吴阿姨 也有隔壁的宝妈 其余几个人 都是平时珍宝在小区里 一起玩的小伙伴的父母 带头的隔壁宝妈先开枪 大爷 我们是小乔的邻居 平时孩子们经常在一起玩 知道你家出了事 我们都很难过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 也想看看珍宝 吴阿姨领着另外几个家长 纷纷陪着笑脸点头道 是是是 我平时就最疼珍宝了 几天不见 真有点想孩子呢 说着 他扒着门就往里看 口里喊着 珍宝 小珍宝 你在家吗 吴奶奶给你蒸了虾蜜蛋羹 你最爱吃了 岳父一把将吴阿姨推出去 一张嘴一股隔夜的烟头味 出去出去出去 珍宝睡了 别打扰我们 隔壁宝妈挤过来 笑咪咪地地上一个大大的保鲜盒 大爷你误会了 我们就是惦记孩子 这是我自己做的淡奶酥和蟹黄包 珍宝很喜欢的 要说当初啊 还是小乔教我给我家孩子做这些的呢 吴阿姨忽然阴阳怪气地补刀 你们当外公外婆的 平时也不常来 都不知道珍宝会不会认生 珍宝 珍宝 她再次挣扎着往里闯 一股不见到珍宝不罢休的样子 这时 我那花枝招展没卸妆的岳母出来了 都给我滚出去 你们自己也说了 我们才是外公外婆 珍宝是我们的外孙女 不用你们瞎操心 岳母粗暴地将所有人拘之门外 巨大的关门身后是无力地寂静 几位好心的邻居站在走廊里相视无言 几位家长直摇头叹气 吴阿姨无奈地垂下头 可怜小珍宝啊 这么小就没了电 一家子也都不像正经 隔壁宝妈连忙做了个虚的动作 制止了吴阿姨的吐槽 我带着感恩之情 目送各位邻居散开 别说远亲不如近邻 就是近亲有时候也不如邻居 珍宝的要劲过了 安静地坐起来玩 样子不似平日里活泼 总是黏黏的 这么小的孩子每天被喂安眠药 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我哪敢奢望他能和平式一样机灵活泼呢 岳父看了一眼醒来的珍宝 把手里的保鲜盒扔在婴儿床上 该死的拖油瓶赶紧吃 小小的幼童望向保鲜盒 没有任何反应 而他的外公早已回房了 他根本不会打开这种 带锁扣的保鲜饭盒 这时客厅传来岳母和姜如燕 打电话的声音 闺女啊 邻居找上门要见珍宝 那就让他们见呗 有啥大惊小怪的 不能见啊 为什么岳母结结巴巴的 不知如何解释 我 我看那拖油瓶总哭个没完 怕邻居听见起义心 就把我睡觉那个药 给他吃了一些 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尖叫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我还没拿到遗产呢 你就给我搞事情 万一把他吃死了 惹了警察来 查到别的我可不管 说吧 姜如燕挂断电话 我飘到客厅里 我们一家三口的合照前 一边哭一边笑 几近疯癫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 我爱了个独如蛇蟹的女人 她眼里只有她的俊贤哥 和我的遗产 毫不在意别人给她女儿下药 可我现在看清她的真面目 又能如何呢 我已经死了 后天就是我的头七 我也忽然反应过来 刚才姜如燕的话 我家还有什么 是能被警察查到的别的 只能我的死印 听姜如燕的意思 我的死不仅和她有关 而且我岳母岳父也知情 甚至参与其中 我飘来庄严的酒店房间 她的妻子方小也刚进门 方小气鼓鼓地 拿起桌上的半瓶水 咕咚咕咚喝进去 才皱着没解释 我昨晚去敲了几次门 家里都没人 那老太太凌晨两点才回来 浓妆艳抹醉醺醺的 老头更离谱 早上才回来 看样子输了的金光 我在楼下蹲了一宿 和早起溜弯的大妈们 了解了一下情况 自从乔旭死后 就没人见过珍宝 有个宝妈说 她就住乔旭家隔壁 起先还能听到孩子哭 这几天连哭声都没有了 我窜到他们去家里 看她孩子 谁知那老两口说啥 不让大伙进门 庄严既震惊又愤怒 却仍保持冷静 她打电话给徐律师 说了情况 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 缓缓传来徐律师 压着火气的声音 我来想办法 听徐律师这么说 我喜出望外十分激动 这时 庄严又一次突然地 看向我这边 她当然什么都看不到 小小 我总觉得小旭没死 我觉得她就在我附近 一向开朗的庄严 此时哽咽了 方小抱住她安慰 我知道乔旭走得太突然 你一时无法接受 看着他们夫妻 彼此安慰支持 我意识到 每当我在庄严周围时 只要我情绪波动大一些 她似乎就能感受到我的存在 我不再压抑情绪 试着将这几天的怒火 全部释放出来 低声哭泣的庄严 果然再次四下茫然环顾 我带着满腔仇恨 飘到门口 庄严也站起身 跟在我身后 小小 我想起来点事 先出去一下 说吧 她便不由自主地跟我出了门 庄严莫名地感到 有股力量在指引她 从不相信灵异故事的我 也想不通原因 或许那股力量 是源自我内心浓浓的仇怨 和满是遗憾的父爱吧 我引领着庄严来到了地下停车场 当路过一辆法拉利时 她似乎想到了什么 庄严死死盯着车牌号 她终于发现了 这辆红色法拉利 是我送给姜如燕的生日礼物 车牌号自然是她生日 耐0730 庄严掏出电话打给方小 昨晚你在乔旭家楼下蹲守 是不是一直没看见姜如燕 是啊 早上她也没回来 嗯 至少到我走的时候 她都没回来过 庄严在挂断电话的同时 脚步已经加速跑起来 漂浮得我都险些跟不上她 庄严直奔前台 快 把入住记录给我看一下 前台小姑娘一愣 先生 入住记录不可能给你看哦 庄公子 大唐经理走了过来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庄公子什么时候回来的 前台早就换新人了 有眼不识泰山 庄公子见谅啊 还不等大唐经理说完 庄严把她拉到一边 我要看开房记录 还有监控 快 这 大唐经理有些为难 别磨蹭 人命关天的大事 庄严瞪起眼睛 大唐经理只能 唯唯诺诺地做了个请的动作 两人快步走向办公区 庄严是个低调的富二代 本是很多产业 都是她家集团的 包括这家市井大酒店 开房记录 监控 她都能轻松看得到 一旦她看到江如燕和金俊贤在一起 就离真相不远了 徐律师这边也没闲着 她动用私人关系 找了派出所的熟人 借口护主死亡后 需要调整户口 要求我生前户口本上的所有人都要到场 这样一来 警方和徐律师顺理成章地见到了珍宝 可这件事也加速了江如燕的计划 她担心夜长梦多 将我生前的住房四折卖了出去 毕竟我曾经也是个恋爱脑 我所有房产 都只写了江如燕一个人名字 我死后的第八天 江如燕再次回到曾属于我们的爱潮中 她匆匆忙忙地收拾金银细软 找了几个大纸箱 把那些高端设定的衣服和限量版包包 全都胡乱打包起来 她还不耐烦地喝着她的父母 那个破百剑 你们拿她干嘛 岳母笑嘻嘻地走上前 用衣精擦拭着水晶百剑 这是你们去法国试买的 我当时就想要了 是你说太贵了不给我的 现在房子卖了 东西你也都不要了 妈就把它带回去 别浪费嘛 江如燕一把读过百剑扔在地上 摔了个粉碎 一万多美金的破烂 等我拿到遗产 以后要多少有多少 这个房子我总觉得怪怪的 赶紧走 什么也不许拿 几分钟后 江如燕带着父母和女儿匆匆离开 甚至没有好好关门 我看着满乌狼藉苦涩地笑着 这就是我深爱了十年的女人 我舍不得她吃苦 我拼命创业向上爬 我要多赚钱给她更好的生活 工作再忙 我也每天抽时间陪她 给她提供情绪价值 关心她的生活和想法 她不喜欢做家务 嫁给我之后 除了洗脸洗澡 我没让她的手沾过水 她不想生孩子 我就买了十几份养老保险 铁了新丁客 她忽然想生孩子 我立马联系最好的产检中心 高价预约 最贵最周到的月子中心和月嫂 她不爱带孩子 我就亲自带瓦 可我刚死 她就将我们蜜月的纪念水晶 摔了个粉碎 也将我的心和整个人 都摔了个粉粉碎 接下来的几天 岳父岳母带着珍宝 住在市井大酒店27楼 江如燕和金俊贤 则一直在28楼逆尾 之所以住在这里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可以划我公司的账 好在酒店是庄严的地盘 他们不敢对我的珍宝怎么样 庄严特地安排了靠谱的宝洁 每天早晚上门打扫 他还特地编了个优惠活动 每天免费送三餐上门 都是米其林大厨亲自操刀 我那爱占便宜的岳父母 自然不会拒绝 每天在房间里坐等配餐 送餐员和宝洁 都是庄严的人 主要任务就是确认 珍宝是否安好 江如燕之所以还停留在本市 还是因为他贪心 我几次听见他和金俊贤商量 如何拿到珍宝继承的那一半遗产 我心里急得不行 现在珍宝是拥有我一半身家的金疙瘩 他们尚且对他如此 如果财产被江如燕 金俊贤这对肩负淫妇掏空 我不敢想象珍宝后面的日子会怎样 我想过去找庄严 可却找不见人 或许有血脉的牵绊 我并不能飘走太远 始终就在江如燕和珍宝附近 我死后第二十天 江如燕打电话约徐律师见面 徐律师似乎早有预料 明天下午一点 我在办公室恭候您的大驾光临 如果事关遗产 作为遗产继承人之一 有些事需要乔珍宝在场 江如燕挂断电话后 十分烦躁 真麻烦 还要带那个死丫头 明天你俩带孩子跟我一起去 岳父点燃一颗烟 拒绝了她 我明天还有排局呢 旁边的珍宝被烟尾枪的直咳嗽 江如燕嫌弃的起身离孩子远远的 你看看这死丫头 不是哭就是咳嗽 烦死了 明天可是我的大日子 你和我妈必须一起去 就是装也得给我装一天 必须得让兴徐的相信 我们会好好对待这死丫头的 要是坏了我的好事 你看我还给不给你一分钱 一说到钱 岳父立马怂了 黑着脸不吭声 算是默认 我死后的第二十一天 江如燕带人浩浩荡荡 闯进徐律师的办公室 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父母和女儿 以及金俊贤 两位律师 一位医生 一位公正人 徐律师气定神贤的也遇到 乔太太今天阵仗不小呢 哦 不对 我该叫你叫女士 而不是乔太太 江如燕今日的装造更加妖艳 那张昔日天真纯洁的脸蛋 此刻显得十分尖酸很毒 俊贤哥 你跟他说吧 金俊贤早就迫不及待 扔了一大大资料 在徐律师面前 又拿出一部平板 拨起了视频 徐律师瞇着眼 撇了几眼平板 照片都是江如燕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样子 还有身上的紫情伤痕特写 那几段视频内容更惊人 是我在家殴打江如燕的过程 听着视频中江如燕的淒厉惨叫 我都有一秒恍惚 我什么时候打过他 金俊贤将平板传递给医生和公正人 同时义正言辞到 乔旭生前长期家暴 淋略如燕 下这么狠的手 乔旭这人精神有问题 他又继续展示了几段视频 给大家看 里面有我喝酒和嗑药的镜头 乔旭不仅家暴 还长期酗酒嗑药 这也是造成他猝死的原因 这时屋内突然想起一阵尖锐的哭骂 天杀的乔旭啊 惊灭待我的女儿 我可怜的小燕儿啊 就这么被他祸害了 原来是我那细精附体的岳母 一秒入戏 江如燕也在旁边 适时地摸了摸眼角 强称一抹苦笑 都过去了 恶人自有天收 乔旭也得到他应有的报应了 话音未落 岳父恰到好处地将珍宝抱过去 一家四口抱头痛哭 这个画面任谁看了都会同情落泪 现场的律师 医生 公正人 全都眼红红 气鼓鼓 在一堆铁证如山的视频和照片里 我成了人人喊打的家暴男 在一群虚伪贪婪的成年人中间 我的珍宝成了配合大人们演出的道具娃 虽然我是鬼魂 可造假的江家三口和金俊贤 才更像是恶鬼 视频和照片都看完了 演出也看完了 现在来说说 江女士 你今天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不会把我这当舞台了吧 徐律师始终保持冷静理智 两句话叫停了这场大龙凤演出 作为这场闹剧的旁白 金俊贤始终克尽几则 徐律师 我们今天来 就是要作废乔续的遗嘱 他精神不稳定 还长期酗酒嗑药 我们有理由怀疑 他的遗嘱时并不清醒 徐律师转着手中的笔 懒得抬抬头看他们 说重点吧 我的时间很宝贵 我的收费也不便宜的 金俊贤不过脑子地回了一句 我们有的是钱 你着什么急 徐律师专注转笔 不再说话 金俊贤清了清嗓子 大声宣布来意 江如燕女士质疑 乔续遗嘱的真确性 要求作废遗嘱 并按照继承法 重新分配财产 徐律师又转了一会儿笔 我想想 继承法怎么说来着 哦 对 配偶和子女均分 乔续先生 只有一妻一女 江女士不是已经拿到 属于他的那一半遗产了吗 金俊贤早就不耐烦了 拍案大吼 姓徐的你别装傻 我们今天说的是死鸭 乔珍宝那一半遗产 乔珍宝不满18周岁 这笔钱应该交由他的监护人 也就是他母亲 江如燕女士保管 他们的两位律师走上前来 徐律师 根据视频中乔续先生行为 他的精神看起来并不稳定 原医主是否能做数 还需要专业人士重新评估 他们的医生也补充了一句 乔先生有暴力倾向 不排除躁郁症等情况 他长期酗酒嗑药 对精神的损害 也是不可估量的 公正人跟出来补刀 这么看 乔旭先生是否是在清醒状态下立的遗嘱 以及原遗嘱是否成立 还需要商劝 胜券在握的金俊贤 得意洋洋地忽悠徐徐律师 不管按遗嘱还是按计惩罚 都是一人一半 区别就是将女士带女儿保管 还是基金会托管 所以啊 徐律师 我看就别那么麻烦了 搞什么基金会啊 他们收取的费用也不低呢 该给你的律师费 托管费 我们都照给 江女士还决定 将乔珍宝继承的那部分财产的10% 都给你 徐律师惊讶极了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金俊贤误以为徐律师动了心 徐律师 你天天这么忙 还得帮忙管理遗产 多麻烦啊 按我们的说法做 你不只能多收钱 如也也了却一桩心事 两全其美嘛 况且妈妈替孩子保管财产 也是天经地义的 这个世界哪个妈妈 不是为了自己女儿好呢 徐律师抬手扶额 被气得说不出话 这时办公室门被推开 这个世界 不是每个女人都配做母亲的 我猛地回头 整个魂魄都抖了一抖 是庄严带着大队人马回来了 我只认识其中之一 是我家隔壁的宝妈 江如燕看到庄严 愣住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庄严静止向他走过去 鄙夷地看着他 你当然不想我回来 所以才匆匆给乔徐下葬 可你也不动动脑子 乔徐去世这么大的事 我能不回来吗 不过这也不怪你 自从你跟了乔徐 你的脑子就没用过 庄严不给他们反应的机会 直奔主题 不是说有家暴视频吗 拿出来 徐律师用拇指和食指的指尖 捏住平板 嫌弃地拎起来 好像拿了什么脏东西 庄严身后一个背着双肩包的男人 立刻上前接过平板 男人从双肩包里掏出笔记本电脑 徐律师立马起身让位 来 你坐我这里 我站着冷静冷静 男人也不客气 抱着笔记本电脑坐过去 用外接线连上平板忙碌起来 庄严气场全开 继续控场 让他先弄着 咱们说咱们的 我刚才好像听你们说 乔徐长期酗酒科药 还有精神病 庄严示意他带来的另一个人出场 大家好 我是省医院的副院长孔峰 我手中的是乔徐先生 近五年来的身体检查报告 根据院方的复查 所有体检项目均为乔徐本人深检 其中包括心理健康检查报告 这些数据表明 乔徐先生生前无论身体还是心理 都是十分健康的 我们院方可以为以上报告和结论的真确性 负法律责任 孔医生声音不大 但字字吭腔 姜如燕带来的医生 反复看了几遍我生前的体检报告 他十分疑惑 乔先生长期酗酒嗑药 身体怎么可能这么 庄严不耐烦地抢过话头 怎么可能这么健康是吗 就凭几个视频几张照片 你就敢妄下诊断 庄严边说边看向办公桌前 一直摆弄电脑的男人 男人点了点头 庄严彻底愤怒暴走 现在什么时代了 弄些照片和视频 就是铁证了 幼稚 照片可以PS 受伤的样子也可以化妆 随便找个跟剧组的化妆师 就能做出这种特效妆容 网上也有相关的教程视频 像江女士 你这样每天化妆 各把小时才能出门的高手 画个战损妆容 很简单吧 江如燕突然被cue到 支支吾吾说不出个完整的句子 庄严继续揭穿谜底 视频就更简单了 不过就是拙劣的AI换头技术罢了 下载个AI软件 小学生都能做到 一直摆弄电脑的男人 起身自我介绍 我是一名视频鉴定师 隶属国家级鉴定单位 今天我是利用私人时间 过来帮小庄一个忙 这些家暴视频 我都用专业软件检测过了 其中打人的男性角色 并不是乔旭先生本人 他的笔记本电脑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连上了投影仪 大家看一下大屏幕 这几段是庄严提供的视频 取自乔旭先生生前出席企业家峰会 公司周年庆等活动 这些活动视频 每条都有几十上百人能证明 出镜的是乔旭本人 从这些活动视频中 检测软件可以提取乔先生的身体 行动 表情等特征 在对比将女士提供的家暴视频 很明显不是同一个人 首先 身高以及腿身比例 就完全不符合乔先生的特征 其次 视频中的走路方式 也是完全不同的 最重要的是 在这几条家暴视频中 面部光源和室内真实光源 是完全矛盾的 经过我的专业鉴定 将女士所提供的家暴视频 均为AI换头技术加工过的虚假内容 以上 我的鉴定结果 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说到这里 男人故意停了一下 死死盯着金俊贤好一会儿 才有开口 根据我的观察 AI换头视频拍摄时 男性角色的演员右手守备处有个伤疤 和这位金先生右手的伤疤高度相似 如果有需要 我可以用软件对金先生的行为细节进行对比 金俊贤吓得脸色惨白 江如燕黑着脸 一言不发 反而是他们带来的公正人十分生气 江女士 金先生 你们到底搞什么 让我公正虚假视频照片吗 公正人边说边起身离开 江如燕不甘心就此罢休 打起来感情牌 庄严 乔旭去世后 我实在太伤心了 有些过激行为 还请你见谅 其实我想管理珍宝的财产是为了她好 乔旭实在太溺爱她了 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处理好每个月十几万的生活费呢 我是怕珍宝学坏了 我是她的妈妈 她是乔旭唯一的女儿啊 说话间 江如燕走上前轻轻地拽起庄严的衣袖 留下几滴鳄鱼的眼泪 试图撒娇伴柔弱 庄严嫌弃地甩开江如燕 远远地跳开 收起你的眼泪 瞧去吃你这套 我可不吃 你还记得你是珍宝的妈妈 这个奶瓶 你怎么解释 庄严带来的人中又走出来一位 从随身的黑色旅行袋中 拿出一个装在密封袋里的奶瓶 江如燕愣愣地不明就里 我那岳母突然窜出来 伸手去抢奶瓶 江如燕见母亲慌张的样子 也猜到怎么回事了 她也试图去抢 庄严身后最沉默的那个人反应飞快 立马挡在江如燕母女身前 这人一言不发却不怒而微 只用眼神就下退了江如燕母女 此时珍宝的眼神被吸引过来 伸出小胖手欢呼 奶瓶瓶 奶瓶瓶 珍宝的奶瓶瓶 庄严慈爱地看着珍宝笑 转过头看向江如燕时 却已是满目凶光 珍宝都认出来了 这是她的奶瓶 经检测 珍宝奶瓶中残余的奶粉里 还有安眠药成分 你们来解释解释 岳母吓呆了 结结巴巴地否认 隔壁宝妈一个箭步窜出来 后场半天 终于到她出场了 她先从我岳父手中夺过珍宝 一边抱着孩子 一边急言立色对江家人 这是我在你家扔的垃圾袋里发现的 她边说边看了一眼徐律师 对 我翻垃圾是为了找回收品换钱 刚好发现了这奶瓶 听到这里 我不由得热泪盈眶 做了邻居五六年 我能不知道宝妈家的情况吗 即便不知道 我们住的是全市房价最贵的小区 哪个业主也不至于减费瓶啊 况且 这位宝妈曾是刘英的博士 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照顾 才做了全职妈妈 她之所以当众自黑 无非是见义勇为帮我保护珍宝 毕竟 偷垃圾得到的证据 是无法作为呈堂证供的 博士宝妈自证枪员道 我捡到奶瓶后 觉得奶粉冲泡的颜色不对 就报了警 珍宝外婆扔垃圾 我捡奶瓶 报警 并在原地等待警员 全程都在小区监控范围内 我愿为我提供的证词和证物 负法律责任 岳母腿软 瘫坐在地上 刚才挡在江如燕母女面 那个不怒而微的男人 缓缓从裤带里掏出证件 我是是刑侦队的原名 之前我们接到报案 说有人涉嫌毒害幼童 经过见证部门的鉴定 这个奶瓶内 含有过量的安眠药成分 在奶嘴上 我们提取到的DNA 经检测 和已过世的乔旭先生 为妇女关系 可以确定 这个奶瓶为乔珍宝所有 我们有理由怀疑 有人给乔珍宝小朋友 喂食安眠药 作为监护人 请你们三位 跟我回去协助调查 江如燕已经慌了 他猛地指着母亲发狂大喊 一定是你 你睡不着觉失眠 食安眠药助眠 不小心掉到奶瓶里了 对不对 江母赶紧就泼下驴 对对对 就是这样 我是不小心 这不赶紧就把奶瓶扔了吗 我们没给孩子吃 原警官像看傻子一样 看他们母女 别搅的表演 孔医生走进珍宝 边检查边说 给这么小的孩子 服饰超剂量的安眠药 孩子一时半刻是代谢不掉的 如果孩子最近两天 也被喂过安眠药 现在抽血化验 一定能检测出来 原名警官冷冷地打量 将加三口 庄严怒目圆瞪 压着嗓子质问 好 这个奶瓶里的安眠药 是不小心掉进去的 那咱们现在就带孩子去化验 时隔半个月 如果验出来 他身体里还有药物残留 我看你们怎么解释 天天把药掉奶瓶里 这时 金俊贤冲出来解围 指着我的岳母大喊 阿姨 你糊涂啊 我知道你担心珍宝成为脱油瓶 你怕会影响如燕改嫁 所以才一时动了歪心思 可是阿姨啊 我把珍宝当自己的亲生骨肉啊 细精队伍在天忆园 金俊贤也替泪横流地演起来了 姜如燕本来还有一丝不舍 可又看了看凶巴巴的原警官 他也立马入戏 妈 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 想要我过的幸福 可你 也不能伤害珍宝啊 岳母被这突如其来的指控吓到了 反应了半天才明白过未来 她本能地用自己的泼服天性来回击 姜如燕你个没良心的臭丫头 竟然敢赖你老骂我 还不是你把脱油瓶扔给我和你爸 自己跑去和性经的逍遥快活 脱油瓶哭个没完 你又怕邻居听到怀疑 我才给他下了安眠药让他消停点 你现在拿到遗产了 翅膀硬了 竟敢反咬我一口 再说 我给脱油瓶下药 不也是跟你学的吗 要不是你给乔续下 啪的一声 岳母挨了岳父重重的一记耳光 他清醒过来 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 紧声不语 庄严冷笑 你们真以为自己做的破事没人知道 你们合谋乔续下药 造成他猝死的假象 这一切我们都知道了 姜如燕难以置信地看着庄严 大大的眼睛瞬间阴晕 不可能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乔续那么爱我 我怎么可能杀他 沉默许久的徐律师 忽然阴阳怪气地发声 这会儿乔续又是深爱你的好丈夫了 他刚才的人设 不还是酗酒嗑药的家暴男吗 姜如燕好像吃了哑药 背对得无言以对 庄严示意徐律师 在投影仪上播放视频 整个屋里哑雀无声 大家都认真地看着视频 姜如燕也瞪大了眼睛看着屏幕 他想知道自己天衣无缝的计划 是如何被识破的 我作为一片灵魂 早就飘到最前排了 我倒要看清楚 我是怎么死的 投影屏幕上播放的 是我死前两小时的小区监控画面 我岳母或姜如燕在小区门口碰面 岳母将一个纸袋递给姜如燕 随后姜如燕提着纸袋 匆匆走进我们所住的单元 第二段是电梯口画面 姜如燕心急进电梯 河里出来的人撞了个满怀 被撞的是吴阿姨的小孙子 吴阿姨紧随其后给姜如燕道歉 姜如燕没礼吴阿姨祖孙俩 她手中的纸袋被撞掉在地上 里面的东西也掉了出来 她在忙着捡东西 掉出来的是一个盒子 大小和模样看起来都像是个便当盒 屋内的看视频的两位医生 一看到盒子 当即恍然大悟 两人同时倒吸了一口冷气 监控视频切换到我们所住的楼层 姜如燕提着纸袋进屋 不到两分钟 她慌里慌张地离开 庄严回过头 看向我悬庭的位置 像是自言自语 也像是给大家解释 姜如燕的母亲患有糖尿病 每餐饭前要注射胰岛素 姜如燕在小区门口给姜如燕的 就是装有胰岛素的便携式药物冷藏盒 姜如燕回到家 给血糖正常的侨蓄 注射了过量的胰岛素 这个剂量 足以使正常人的血糖持续下降 并快速导致死亡 而胰岛素本就是人体内 自行分泌的一种蛋白质激素 法医也验不出来问题 哦 原来我是这么死的 此刻 我心里没有恨意 只有焦急 我想快点结束这一切 姜如燕还不服输 挣扎着辩解 你胡说 乔旭那么大个人 怎么可能任我给他打针 庄严拿起装油奶瓶的证物袋 安眠药啊 姜如燕不甘心 如果乔旭吃过安眠药 法医怎么可能验不出来 你别诬陷我 庄严胸有成竹地继续拆穿他们的诡计 你和我一样 都太了解乔旭了 从我大学报到那天认识他起 他几乎就没生过病 更没吃过药 常年不吃药的人 对药物的反应会格外敏感 所以 你只需要给乔旭服用极少剂量的安眠药 就能让他昏昏入睡 等他睡熟了 你再给他注射胰岛素 那还不是易如反掌 你下的安眠药本就因为剂量极少 几乎咽不出来 再加上乔旭常年保持运动 代谢率又很高 在他咽起前 那微量的安眠药就已经代谢的差不多了 所以你的计划轻易就成功了 将如燕的阴谋被揭穿 无助地看向金俊贤 企图求助 金俊贤绝对是影帝 临场反应也一流 立马痛心疾首 申情款款的顾忌重施 如燕你糊涂啊 就算爱我 也不能做这种事啊 不过你放心 我也爱你 我一定会找最好的律师给你打官司 不管你判多少年 我都会等你的 刚才 江如燕就是用这招 把卫视珍宝吃安眠药的罪名 推给了自己的母亲 这会儿 金俊贤献学献卖 用同一招把杀人的罪名 全推给了江如燕 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两人如出一折的甩锅行为 也算是江如燕的现实报 庄严笑咪咪的凑到江如燕面前 拿出手机里的照片递过去 怎么 你现在还想替这个渣男顶罪呢 好好看看吧 我也赶紧飘过去看个究竟 庄严手机里的照片 全是金俊贤和另一个女人的亲密照 庄严双手插带 站在一旁解说 金俊贤早就结婚了 女方今年22岁 两人就住在你和乔旭的郊区豪宅里 对了 你还不知道吧 金俊贤是个职业骗子 专搞杀猪盘 江如燕抬起震惊的脸 昔日温柔似水的双眸 此刻已布满了血丝 不可能 不可能 你说的是假的 这些照片也是假的 金俊贤不停地解释 如燕 他们故意栽赃我 想要挑拨咱俩 你千万别信 庄严悠悠道 金俊贤 你那一箩筐的前科摆在那呢 全都是诈骗双举寡妇的财产 江如燕 你要还不信 就问问你爸 这大半年打牌赢过吗 在外面欠了多少钱了 你家房子 还在吗 这下不止江如燕猛了 江父江母也都实话了 原警官继续道 近日 我们倒破了几个地下黑赌场 得知金俊贤就是给他们千驴送人的 江如燕疯了一样扑向他父亲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江父搭着脑袋 嘟嘟囔囔 小金一开始介绍我去玩 起初我赢了很多的 后来手气不好 我就想玩点大的 捞回本 江如燕气急败坏 那老家的房子呢 输了 抵押了 乔续给你们出租的套呢 也押出去了 只听咕咚一声 江母晕倒过去 在场的两位医生 职责使然 连忙过去急救 江母只是气急攻心 没一会儿就醒来了 开口就问 前几天 有人打电话说 咱家欠了上千万 我以为是诈骗电话 难道 是真的 江父捂着脸 跪地上默认了 江母再次晕死过去 两位医生看情形不好 立马打电话叫救护车 江如燕已在崩溃边缘 反而故作镇定起来 他拢了拢头发 擦擦眼泪 走到金俊贤面前 微笑着发起灵魂拷问 俊贤哥 他们都是骗我的 对不对 你是爱我的 对不对 那个狐狸精 只是你的逢场作戏 对不对 我爸的赌局和债务 也都和你无关 对不对 被远警官揭穿的金俊贤 陷了原刑 现在他自己身上 一堆麻烦 根本没心情理会 江如燕 你别狐狸精 狐狸精的叫 他叫白小和 是我的合法妻子 江如燕不愿相信 他抱住金俊贤 哭得梨花带雨 不是这样的 俊贤哥 你怎么也跟他们和起火来骗我呢 你是不是生气了 你想投资 我把我的钱 股票都给你了 我都照你说的做了 你别说气话吓我嘛 见此一幕 徐律师连忙无脸 转身看向窗外 多看一秒都闲辣眼睛 事已至此 金俊贤索性撕破脸 他一把江江如燕 推倒在地 又本能地站在远离 远景观的地方 也就是徐律师的身侧 你别做梦了 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 再好看 也是个三十多岁的老阿姨了 还生过孩子 你真当自己是仙女吗 也就乔逊拿你当快宝 要不是你老公乔逊有钱 你以为我能看上你 不过你也真是个丧门心 你给我拿去投资的钱 就没有不赔钱的 呸 江如燕坐在地上傻了 钱 那是我全部的钱啊 那是乔逊的一半身家啊 我把股份 房子都套现给你了 你都赔光了 那可是乔逊辛辛苦苦 金俊贤忽然发狂大吼 大姐 你是不是烧坏脑子了 你现在想起来 那是你老公的辛苦钱了 你杀你老公时候 可是多利落干脆呢 乔逊对你那么好 你都说杀就杀 像你这样独如蛇蟹的女人 还真以为我能跟你白头偕老啊 我都怕你哪天半夜起来 把我也杀了 颠魄 江如燕被金俊贤骂了一通 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 看着她的狼狈样子 我不敢想象 我是怎么爱了这个毒妇十年的 原警官拍拍手宣布 警车就在楼下 请各位跟我一起回去接受调查吧 她一声令下 两个助手警员 带着几个制服警员进来 准备拿人 就在大家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若不惊松的江如燕突然爆发 她拼尽全力冲刺 用自己的身体去冲撞窗边的金俊贤 两人因为惯性 一起跌出了窗外 屋内回荡着 坠楼那一瞬间江如燕的呐喊 金俊贤 你毁了我一辈子 原警官和一众警员 立马挤到窗边 又迅速奔向楼下 隔壁宝妈抱着珍宝 捂着她的耳朵 一直在给她唱儿歌 我见珍宝没有受到影响 这才慢慢飘到窗口 只见楼下一片凌乱血污 徐律师的办公室在十一楼 将如燕和金俊贤 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 庄严厌恶地看着楼下的惨况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徐律师则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他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帮我找人过来重新装套外窗 听说过两天有台风呢 亲手杀父的江如燕 抱着教唆杀人的金俊贤 双双坠楼身亡 关于我的死亡案件 总算告一段落 江父江母 涉嫌给我的女儿乔珍宝 喂食安眠药 有关部门剥夺了他们的监护权 不过 就算不剥夺 他们也自顾不暇 那日 江母得知丈夫输光了养老房子 和棺材本后 气得晕厥 导致中风 醒来后 江母丧失了自理能力和语言能力 只能歪着嘴 流着口水 躺在床上苦熬 而江父欠下高额巨债 无力偿还 老伴又中风瘫痪 他干脆连夜跑路 不知所踪 好在 那日江如燕坠楼后 徐律师当场找江父 签了委托监护的文件 我的珍宝 一直被寄养在隔壁宝妈家 半个月后 庄严带着妻子和徐律师一起去接珍宝 庄严用半个月的时间搞定了领养手续 他和妻子方小结婚十年没生育 两人又有着优渥的家庭环境 和旁人无法企及的收入 再加上徐律师担保 领养手续异常顺利 虽不是第一次见珍宝 但这次见面的意义不同 庄严进门后 特地整理了一下衣服 他温柔地蹲下身 轻声呼唤 珍宝 小珍宝 我飘荡在庄严身后 脸上是满满的刺肤笑 我知道 我的女儿不会再受苦了 珍宝朝着庄严 跌跌撞撞地走过来 举起粉白的小胖手 奶声奶气道 抱抱 庄严受宠若惊 立马伸出手要抱 电光火时间 我和庄严都发现了 在所有人看起来 珍宝是在跑向庄严 可珍宝的眼神 看向的却是 庄严的头顶上方 我漂浮悬停的位置 没错 我正漂浮在 蹲着的庄严头上 我想重温珍宝 向我跑来的那一颗温馨 珍宝再次呼唤 抱抱 爸爸 抱抱 屋内的大人们 发出震震惊呼 这孩子跟庄严真有缘啊 隔壁宝妈喜极而泣 小珍宝有福气了 吴阿姨直抹眼泪 庄严的妻子 也激动地红了眼眶 天生的母性之光 笼罩着她 所有人都以为 珍宝在叫庄严爸爸 只有我 庄严和珍宝才知道 珍宝叫的其实是我 庄严心疼地 看着稚嫩的珍宝 将她抱入怀中后 慢慢起身转身 小珍宝以后就是我的女儿了 以后我和方小就是小珍宝的爸爸妈妈了 我们一定会好好疼爱小珍宝的 我们会陪小珍宝一起画画 读书 弹琴 数星星 我发誓 会把最好的都给我们的小珍宝 大家仍以为庄严是在和小珍宝嘀嘀咕咕 只有我知道 她是说给我听的 让我放心 有庄严和方小抚养珍宝 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领域 我都一百个放心 此时此刻 我仿佛感受到了一股力量在拉扯我 我猜 作为一缕魂魄 我在城市的牵挂都已了却 我该去下一站了 最后 我轻轻地靠近珍宝的小脸 像以前一样 用胡茶扎了扎她的小脸蛋 这是属于我们妇女间的小游戏 我又拍了拍庄严的肩膀 虽然只是拍空气 但我知道 她能感应得到 再见了 兄弟 再见了 珍宝 全文完